有民眾是第三輪有預約施打 但是因為他有事情沒有去 但在第四輪也是今天沒有收到預約的 簡訊平台也沒有辦法進行預約 請問他可以怎麼處理 他在已經預約 但是在最後在看診的時候沒有出現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的設計是他在 就是在下一輪 比如說現在是開放第四輪的部分 那第四輪他有預約 但是沒有去 那他會在第六輪的時候 還會再收到 接到這個簡訊通知 他再去預約 所以會有一輪他沒有辦法收到 以上